第五个问题 请问师父 有的同修感情不顺利 或者有的同修 今生并不想要有感情的缘分 但是他们的父母 不能体谅子女的想法或者做法 因而欲结于心中 从而伤害到父母的身体健康 同修会因为此事有孽障吗 该如何化解 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很多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 实际上有的人是从天上来的 一旦他开悟之后 他觉得人间的婚姻 变得非常的茫然 因为实际上就是一种缘分 就是还债和保债了 所以夫妻都叫冤家 大家听得懂吧 所以夫妻都叫冤家了 所以是这个道理 所以人要懂得这些道理 但是怎么样对待爸爸妈妈呢 实际上爸爸妈妈做的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努力努法 因为父母亲的总是希望 到了年龄了 赶快嫁呀赶快嫁呀 孩子不要的 他也要他嫁 好了一嫁嫁出去 最后被这个男的骗了 生了个孩子 最后离婚了 偷个孩子回来了 爸爸妈妈看了开心吗 说不定生心脏病更厉害 对不对呀 这个东西呢 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妈妈 有好的 我比你还想要 现在没有 我找不到 你帮我找找看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假 没有的话 我们暂且不假 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开始了 要跟他好好讲的呀 因为你不要牺牲 我的青春 来换取别人 对你的 说你家孩子结婚了 这种面子 因为真正的幸福 是你们两个人的 也不是父母亲的了 听得懂吗 听懂了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师父 最后 恭祝师父 2016年 全球弘法顺利 能够救度 更多的有缘众生 我们上海同修 也会紧跟师父的脚步 遵纪守法 爱国爱民 一门精进 团结一心 做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的好孩子 谢谢 师父明年排得满满的 忙都忙不过来了 不过来了 好 谢谢 呀